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肩前行 五月三十日 肖战代言的品牌BRILL被轻松官方微博发文称 世界纷繁 前行的初心不变 三十一日 我们将继续携手被轻松全球品牌代言人肖战 新的一年轻松再出发 正式官宣与肖战续约 而且还放出了一段肖战的宣传视频 视频中一开始是乌云满天 很有大片的记事感 随后画面一转 来到肖战这边 他睁开眼 整个世界都光明了 他处于一个很轻松的环境 看完这个视频 整个人也轻松了不少 一开始的乌云看着很压抑 后来画面一转压抑感全没了 而三十一日不单单是续约这么简单 此前 该官方微博就发文称 五月三十一日会有一场品牌的新品发布直播 而且小鱼进去后发现 目前直播正处于倒计时状态 而且用非常醒目的字 写着被轻松新品发布会 有彩蛋 肖战代言 新品发布 有彩蛋 再提个醒 此前肖战代言的产品梦杰 在新品发布会的时候 肖战就出席了 那这次 他是否会出席呢 尚未可知 不过 等到发布会那天就知道了 真的希望他能够出席一下 如此又可以看到肖战了 而提到肖战 就会让人想到他的作品 近日 他主演的电视剧《余生》正在深圳喂食热播 又刮起了一波命令热潮 近日 有消息称 肖战主演的电视剧《余生》将于台湾省上线 而且从海报可以看出 该剧的上线日期为6月1日 真的希望玉古瑶能够早点开播 很多粉丝们都已经期待了这么久了 总不能让网友们都失望吧 所以赶紧上线吧